有一次我去工作嘛 然後他就說他也是要跟他朋友 好像要去過聖誕節還是要幹嘛的 然後結果 沒多久 我就發現他的限時動態裡面 就是他坐在他的前男友旁邊 然後就把腳這樣 跨過去 對啊 重點是還沒有我帥耶 你帥很難啦 你不能自拍 沒有啦 你帥太難了 真的是沒有我帥 然後我就 其實那中間我就已經跟大家說要分手了啦 然後他 其實我是一個蠻心軟的人 然後他只要哭啊 然後或者是要有道歉 我其實都會接受他 可是這中間我已經忍了大概 半年快一年在一起的時候 後面都一直發生類似這種事情 所以變得我會覺得心很累 好 恭喜應杰 上次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還是母太單身 後來開始談戀愛囉 對 那是朋友介紹認識的 然後就一起去吃飯啊 幹嘛的 然後也去玩啊 攀岩啊 然後我覺得 相處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他笑起來很可愛 漂漂亮亮的 然後就 朋友也覺得很適合 然後我們後來就在一起了 然後在一起大概 兩個月左右 然後我就覺得 他開始會騙我 就是他有一天 他就是跟我說 欸 我要睡覺囉 那其實我是一個蠻相信人的 他覺得 他跟我說他要睡覺 那我當然就覺得很相信 但是後來我發現 他是偷跑出去跟他的朋友 還有他的室友去KTV唱歌喝酒 我是從那種現實動態裡面發現 因為他們的朋友會來看我的現實動態 那因為他也沒追蹤我 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 你們既然來看我的 那我就看回去 那我就發現 欸 怎麼會 他這個方式也蠻粗糙 所以在睡覺 限動又看到在唱歌 對 對 然後人家有標記他 然後他也沒有回貼回去 然後其實我也沒有 馬上的去踩穿他 我就是用引導的方式 讓他自己去講出來 但是他後來就是說 就是室友喝醉啊幹嘛 然後就去照顧他 可是我看那個現實動態的影片 我看他喝得蠻開心的 對 就是跟我 然後他跟我講的跟影片上的 不太一樣欸 對 對啊 我會有畫面欸 你有畫面嗎 應該不是我認識的吧 你認識的 就是你認識的 對 你認識的 然後我其實對他蠻好 因為剛剛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我很喜歡他 然後就會時不時的 送他小禮物啊幹嘛 心承知道 對 對 現在在想 想一下 我在想像 我在想像 但是 但是 我其實有跟他吵架過啊 也有語重心長的講過 你有直接攤牌跟他講 我知道了 你不要騙我了 然後我甚至到最後也覺得 算了 就是讓他們這樣去吧 因為他們每次出去 都是會這樣 坐在旁邊這樣坐很近 然後就跟我說 就是朋友啊幹嘛 但其實 據我了解 他的那個前男友 還是喜歡他的 對 所以你什麼時候真的 徹底爆炸 徹底爆炸 我覺得就是 有一次我去工作嘛 然後他就說 他也是要跟他朋友 好像要去過聖誕節 還是要幹嘛的 然後結果 沒多久 我就發現 他的限時動態裡面 就是 他坐在他的前男友旁邊 然後就把腳這樣 跨過去 對啊 重點是 他現在也沒有我帥耶 跟你帥很難啦 你不能這樣 對啊 跟你帥太難了 真的是沒有我帥 然後我就 其實那中間 我就已經跟大家說 要分手了 然後他 其實我是一個 滿心軟的人 然後他只要哭啊 然後或者是要有道歉 我其實都會接受他 可是這中間 我已經忍了大概 半年 快一年在一起的時候 後面都一直 發生類似這種事情 所以 變得我會覺得 心很累 然後這個 後來我就是 也沒有理他了 然後我也是傳訊息 跟他說我們分手 然後我就把他的 那個關注都取消了 但是他也是會 時不時的跟我說 你有想我嗎 你還記得我嗎 之類的這種話 但是 我都是一概一概不回 就是覺得 心死了 對 因為我前面給他太多次機會 他都說他會改 然後 我也不太去跟朋友 解釋這些東西 可能朋友會誤會我 或是怎麼樣 但是 我覺得那就算了吧 我覺得這就是上了一個課吧 好 那你後來交往的 後來的這位對象 相處的情況 又比較好嗎 滿好的 我覺得他很喜歡我 然後可能我在走 時裝之後的時候 他會做一些小蛋糕 或是巧克力 會來送給我吃 星辰也知道誰 白白身材太小了 我先來看一下我的名單 兩個 星辰也知道 對 滿高的 身材滿好的 對 剛好他的就是 這兩個我都認識 就是也是朋友生日的局 然後就是大家都認識 但是 我覺得在一起的過程當中 他有一些習慣 我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我本來就是 滿愛乾淨的 可是我沒有辦法接受 譬如說家裡垃圾不到 或者是堆在那邊 譬如說我跟我的朋友 去花蓮 或是去台中 就是約好的時間 他就是會那個 大遲到 不是那五分鐘 十分鐘 是兩三個小時 我可能自己整理好 幹嘛幹嘛的 我都已經OK了 可是他 就是行李都還沒整理好 我還是會去幫他整理那種 然後其實最後 應該是我的朋友 覺得他每次都這樣 然後就是會跟他 這樣吵架幹嘛的 但是我是卡在中間 我就覺得說 他有點生活上面的 生活白癡 對 應該是可以這麼說 你剛剛是不是很想講 對 我們來講 沒有 我們來講 因為他那個早餐店 不是會有那個烤吐司嗎 不是有那個紙盒嗎 可是他不知道 應該不會他不會 他是整個那個紙盒 直接丟到那個微波爐裡面 然後那個微波爐直接 烤起來 然後我就進家門 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燒焦味啊 結果就是裡面的那個 都焦掉 然後他說我不知道耶 真的不知道耶 我就問他說 怎麼會有那個燒焦味啊 結果我就把它拿去微波 但是我不知道 要用那個玻璃盤放進去 OK 那我就又把它處理掉 還是你是生活所事 因為他爸爸媽媽都會上來 幫他整理房間幹嘛 他其實什麼都不太知道 所以你最後是因為生活所事 對 不同調 我就後來也跟他說 生活習慣的問題啊 然後出門 他其實不太愛打扮那種 就是他可能工作的時候 會打扮好好的 可是私底下 可能會穿那種什麼卡通梯啊 或是帶那個鯊魚夾 就是真的很邋遢的那種 你會嗎 他滿昇華 滿滋潔的 剛剛講的那個打扮 感覺是現在很多人出去會這樣子 在家裡的話 其實就不需要打扮 因為我也很常都是素顏啊 穿一個T恤 在家裡我OK 可是出門 你希望你平日還是打扮漂亮一點 就是至少要稍微化個妝 然後稍微穿正常一點的服裝 我很常出門也沒化霜耶 可是他是帶那個鯊魚夾 跟那個大的那種卡通 塑膠的鯊魚夾 我覺得你越開始他越不順眼 但後來就跟他說這件事情之後 就是也算是和平分手 但是前面他也是有傷心幹嘛 但是也是經過很多次討論之後 算是滿和平的分手 所以現在還是朋友 現在不是 也是沒有 我覺得就是要把他斷乾淨 但是我跟我朋友去吃飯或是幹嘛 他可能知道 他就跟我說 映傑有沒有交女朋友 映傑有沒有還在生氣 這些之類的話 然後也會 跟隨我到底在幹什麼 但你就不想要有任何的 對 他其實是一個很棒的女生 很好 只是我覺得在生活上面 我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這麼適應他 或是他適應我 因為不同調 所以你也不想給他希望 對 因為我覺得我不喜歡 我就不要再繼續拖這個時間 對 你跟我的時間都很重要 所以我就不想要拖彼此的時間 OK 好 問一下這個雷律師 像他的狀況 其實有時候 可能前女友很想要跟他在 做朋友 會對他釋出一些善意 你覺得他可以怎麼回應 就基本上我們律師比較在常 所以處理的比較是離婚 那離婚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會勸雙方 一定要當好朋友 可是那個是因為 有小孩子的關係 因為你如果不能當好朋友的話 影響到小孩 那我們就未來就增加 問題青少年 但是那個就是沒有小孩的夫妻 或者是男女朋友 就沒有這層限制 所以我們就會比較去勸的方式 是說那你就要先看理智面 理智面你到底能不能 跟這個人當朋友 或者是說他在你未來 這個社交的圈裡面 能不能對你 當你的朋友 能不能對你有一些好的幫助 正向的幫助 如果說這個過了之後 你再回頭來看 你的那個感情面 如果感情面還是覺得說 沒辦法 我沒有辦法跟這個人做朋友 我覺得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說 假如你經過這兩層的分析 覺得你都過得去 那我們還是會建議 就是說多一個朋友 不如 講反 少一個朋友 不如多一個朋友這樣 對 OK 不過他的選擇就是 我不當朋友的 就不要當朋友 不要浪費時間好 各自奔走前程 可能之後有交女朋友的話 我覺得我會怕女朋友會 吃醋幹嘛的 所以我就覺得都要斷乾淨 OK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